金髮閉眼的歐美人士或是亞洲地區 一共超過20多個國家的會員齊聚 針對數位化對媒體與文學的影響 彼此交流心得 這群女性代表職業可詮釋記者和作家 能夠辦這樣子的一個國際型的年會 而且來了那麼多的國際人士 而且還包括昨天斯洛伐克的前總理 張善政政委 他們兩個的kino speaker 講得真的非常的好 那我們每一次這次的各國代表 還有我們自己的會員 像王力行我們現在正在演講的 我覺得每一位都講得真的是內容非常好 那我們這次是以數位時代的 不管在媒體或者寫作方面的一通的 整個的改革 一些現代的一些狀況 那我覺得它又非常適合我們現在的時代 成立43年超過20多個國家的會員 組成了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 曾經在台灣舉行兩次年會 今年首度遺失台中舉辦 不同國籍超過百位的女性 齊聚市府集會堂 支撐媒體人李彥秋 陳月青等人也都出席 因為今年剛好我們的李彥秋會長是我們的全國國際世界的總會長 所以每一次誰輪到總會長的時候就在那個國家去舉辦世界年會 那我想對於台中能夠這樣子舉辦一個這樣子的國際年會 不管我覺得女性的姐姐妹妹們 我們的女作家 女記者 這些好朋友們 而且我覺得整個台中市 因為我們還開放給一些學生 開放給一些有相關的人員來聽 來看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大家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互動跟進步 一連兩天的年會圓滿落幕 市府也安排他們參訪大台中各知名景點 見證當地的特色 市府也希望在年會之餘 能對台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世界各國中提升國際城市知名度 記者中文會 台中長報道